今天这个会我是来学习的 我看到葛金波教授 我们刘晓成院长 看到很多我们的著名的专家 我在思考 刚才谈到品牌 其实一个人 一个群体 一个单位 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是公共信任资本 这是最受尊敬的 但是公共信任资本怎么获得 非常难 要通过很长时间的积累 我们北极协和医院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 都是很长时间积累的 各位 这个公共信任资本很容易摧毁 我举两个 大家应该清楚地记得 中国的奶粉 一次三聚清安 信任资本没了 14亿中国人 但欧洲卖奶粉 带澳洲去买奶粉 到香港还去带奶粉 后来没香港 规定只带两桶 大家还记得 中国红石之汇多好的刀牌 一次郭美美 也摧毁得很惨 08年文川地震 我还通过红锁 红锁捐了三万块钱 捐给四川摘去 现在如果说 某个红锁来找我捐款 我都思考一下了 信任资本 中国医疗行业的信任资本 在哪儿去了 刚才小诗谈得特别好 我也在思考 早期趋利的移改政策 普天系的市场经济的大举进攻 百度的血腥的竞价排名 这三个多么行业 吹产特别大 早期趋利的移改政策 我印象很深 我们改革开放的时候 以经济建策为中心的时候 我们的国务院排在最后的两个部位 大家还记不记得 倒数第一 国家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 倒数第二 卫生部 现在这两个烂凶烂敌 合起来叫什么 卫纪委 我当时被刘院长和巴尔院长送到卫生部 给当时卫生部长陈敏章同志写稿子 卫生科技体制改革报告 当时陈部长有一次告诉我 他们在国务院给相关的领导提出来 国家能不能拿点钱 让医生护士安心看病 各位 我们学医的人都知道 无主的病人 没钱的病人 困难的病人 谁管 是政府和社会的事 法国新上层的总统叫马克龙 上台的第一件事情 所有公务员趴下 五万多医护人员不趴下 他知道这是政府的事 我们当年忘了 边缘化了 各位 最厉害的就是 两百年前 有一个著名的经济学者 叫亚当史密 他写了两本书 一个叫道德情操论 几乎没人看 看的最多的是他的国父论 国父论一个核心思想 越知识越发财 怎么资本主义创造财富 有一本书叫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 告诉我们什么叫资本主义精神 从牛身上炸油 从人身上炸钱 当这个换起之后 我们那个利他的行业就比较惨 比较边缘化 大家还记不记得 当年的医院 包袱 我们某些市委书记 我们一些领导 把医院卖了 包袱 一切以赚钱为中心的时候 这个利他的行业就非常尴尬 医院的儿科该不该关掉 老年科该不该关掉 全科该不该关掉 凡事不赚钱的科士 大家看一下 院长没办法 这个从亚当史密德 现在号称经济学致富 到中国的经济改革 再到我们医院里看一下 这个经济路走得越来越猛 利他的行业就越来越尴尬 我今天讲我们的院长 是社会活动家 政府和社会的支持 现在逼我们院长 变成了企业家 前两天 双十级 大家网上查一下 居然有医院在网上打广告 今天做手术打半折 今天生孩子打八折 有个院长给我讲 他的科士主任怎么介绍 知道吗 外科主任叫王二义 古科主任叫刘三义 人名字呢 就是经济指标 各位 当医学伦理变为经济学伦理 你们会看得多惨 什么叫医学伦理 有一个标准是 一切对病人有利 什么叫经济学伦理 互利 对我有利 变了 所以医生的尊严 也受到很大的损害 我们对行业的新人资本 也受到很大的损害 同样什么是市场经济 普天西的市场经济很厉害 各位市场经济有两个目标 第一 客户最大化 什么叫客户最大化 如果我是个北京医院的院长 我恨不得所有北京人民成为我的病人 客户最大化 第二 什么叫利润最大化 所有小病变成大病 普天西有十二脂肪针 普天西医院 你有病病很重 我有药 药很贵 十二脂肪针 我们的行业的新人资本就这么摧毁了 包括刚才说的百度 老百姓 不要怪老百姓不好意思 老百姓看病只能上百度 但是一上百度 绝对查不到天津菜达医院 当年绝对查不到北京协和医院 谁给钱多 放在最前面 所以查到全是普天西医院 各位 天上 地上 天上百度 地上普天西 天罗地网 所以老百姓给我说个原来说 我不知道哪个白大褂不害人 我们医疗行业的公共性质本 摧毁非常严重 但是我得告诉大家 当时政府没拨款 市场经济这么损坏 大多数医生 绝大多数医生 还在做奉献 说实话 我好多病人 医生告诉我 前两天告诉大家一件事情 我们从美国回来一个专家 叫刘远丽 他做了一个调查 中国的医生护士 有25%的给患者 电过医药费 10%的医生 因为患者欠费 被扣过工资 为什么 哪个行有这么多 大家想一想 媒体绝对没有 记者绝对没有 公务员更不会有 不好意思 等等 这个行业是最善良的人 帮助病人 所有医生都想这么做 但是的地区却 这个大趋势 最近有两个思潮 我一直在反对 一个就刚才说的 越利己越发财 二一个 社会打扰文主义 最近到处在谈 要有狼性 王上说狼性四个特点 凶 残 抱 狠 医生 你有狼性吗 各位 院长有狼性怎么得了 但是这个很倡道的 孟子早就告诉我们 要异于禽兽 那就要做君子 但是我们现在觉得 自己还不够凶残 自己还不够猛 不会竞争 不会把对手干掉 这都是我们社会里面的价值观 混乱的很多问题 但这些问题 对医疗行业冲击特别大 对我们的品牌建设影响非常大 一个人 什么是我们的幸福 说到底 对灵魂的尊重 什么叫灵魂 不是个虚词 你的教养 你的素养 人第一个要群居 群居 群居居凭什么尊敬你 你是不是爱大家 你是不是帮助大家 你是不是无事地帮助大家 你是不是帮助最困难的人 我不是共产党员 我们刘书记原来是共产党的书记 我可是无党无派 但是我特别爱共产党 什么叫共产党 各位 群体里面 总有强者要欺负弱者 当强者欺负弱者的时候 有人站出来说 不准欺负弱者 这叫共产党 马克思是穷人领袖 毛泽东是穷人的领袖 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震荡 医生也一样 帮助弱者 无私地帮助 才有我们的尊严 才有我们的品牌 才有我们得到最受尊敬 我在全国给很多院长讲 什么叫医院 让我们的员工 成为本地最受尊敬的人 这叫医院 医生是贵族 绝对不是土豪 把这个搞明白 最受尊敬 最受尊敬那就是好的品牌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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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